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Beryl Land 最近尾光 即是我的光B 出了最新的一首歌 Dear Myself 其實我自己聽完 我很喜歡這首歌 無論是光B唱歌時的尾味 以及這首歌背後的含意 所以這次這條影片 選擇了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我們踏入晚年的時候 有什麼心理狀態變化 以及究竟我們可以怎樣 像光B那樣做到 那麼灑脫 那麼看得開 讓我們看看這首歌的歌詞 找藏著什麼的玄機 首先讓我們介紹一下 尾光這位歌手的一些經歷 其實尾光不是香港人 他1949年的時候 在越南那邊出生 一直到1969年 即是他20歲的時候 就用逃兵的身份 偷渡來香港 但是光B是聰明的 所以短短幾年之間 由他1969年下來香港 直到1975年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有自己第一首黑膠碟 就是十四座這首歌 由出道以來 其實他也不停地去 有自己的歌曲 專輯 直到1991年的時候 他就 紀念 在1991年的時候 他就得到張耀榮先生去邀請王 為張耀榮先生的演唱會 擔任嘉賓 在同一年發現 原來開演唱會 其實尾光是這麼受歡迎的 於是他就在3月和8月的時候 舉辦了演唱會 成為了香港第一個 同一年舉辦三次演唱會的歌手 一直以來 其實尾光都沒有退居幕後 他不停在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些唱會的演唱 也有出現一些劇集 一直到2023年 光B就再 一直到2023年的時候 光B就再出現了 在我們的眼前 有些網民 就用了AI 合成了光B的聲音 去翻唱 君徒和林家謙的歌 那些人就說 原來韻光的歌聲 比一些新進的歌手更好聽 最近他Dear myself這首歌 也有加入這個元素 作為一個74歲的歌手 尾光就用Dear myself這首歌 去導出很多晚年的人的心聲 裡面有兩首歌詞 作為一個引入的 閘眼視眉秋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不同的追憶 可能裡面也會有不同的遺憾 其實人踏入晚年 也會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失去 或者一些遺憾 確實有什麼失去 其實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 就是一些人際關係的失去 就是我們說 人來人往的時候 其實去到我們年紀大了 我們可能會面對著身邊的人 會移民 會離世 甚至乎 因種種的原因 會有很多生離死別的出現 同一時間我們也要面對著身體上的失去 就好像光B所說的頭毛流走 身體機能開始下降 我們沒有以前那麼身在密件的時候 甚至乎有些人會患上長期的疾病 所以光B作為一個歌手 他感受最深的一種身體上的衰退 可能就是聲線抑折久了 除了這些失去之外 很多晚年的人 可能都會面對著另一個困難 就是經濟上的損失 我們的職業沒有以前那麼拼搏 我們甚至乎因為退休 或者被人辭退的時候 會面對著一些經濟上很結局的情況 光B這首歌也讓我想起 在2002年加州大學的心理學家 Richard Robbins 就去追蹤了超過30萬個美國人 在追蹤很多年之後 他們得出一個結果就是什麼呢 原來我們人的自尊感 由我們小時候小朋友的時候很高 慢慢到青春期會下降 去到我們成年的時候就會慢慢上升 直至到我們40至49歲的時候 我們自尊感是人生的頂峰 但是很多人在過了70歲之後 自尊感就會急速下降 但是之後其實有不同的心理學研究 對於自尊感這個發展 有很多不同的演說 或者是一些研究的結果 可能我們不同國家 對於自尊感的理解不一樣 又或者我們對於老年人 或者踏入晚年這個狀態 這個人生階段的看法不同的時候 價值觀也會影響了不同地區的人 自尊感的發展 但是很多心理學家也會有一個共識 就是人年紀開始大的時候 的確不同人的自尊感發展 差異也會變得越來越大 究竟我們年紀慢慢開始大的時候 怎麼可以做到好像光斑那樣 那麼灑脫那麼瀟灑 去坦然面對我們的人生轉變呢 接下來就會跟大家介紹幾個方法 令自己可以放開懷抱一些 心理學裡面有一個理論 叫做selectivity theory 這個理論就是 當人開始年紀大了 感知時間是有限的時候 我們對於人生的價值觀 就會開始產生一些轉變 從而可以提高我們的抗疫力 以及人性 就好像韻光在這首歌裡面 都有說 他要開始歸隱 將博德觀眾一笑這個任務 過繼給AI 其實這種態度是挺好的 人年紀大了 我們要學習脫離一些 不再對自我價值有幫助的人生目標 甚至乎我們要考慮 會脫離一些負向的關係 會令我感到有壓力的情況 慢慢去調整與他人比較的尺度 做一些自我整合 透過重新檢視自己的角色 行為、責任等等 亦都可以讓我容易 重新縮放我的人生目標 就著我自己當刻的 可能身體狀態、心理狀態 人際關係等等 不同的情況 去挑選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去活出自己的人生 歌詞裡面最後的一句 鏡中的我和我士之有 究竟我們的滿足感的來源 從哪裡來呢? 很多時候我們年輕 我們可以用事業 可以用家庭 可以用小朋友的成長 去理定我自己的價值 但是當人開始年紀大 慢慢所有東西都會按著他們的軌道去運行的時候 究竟我可以怎樣看我自己呢? 我想我們不單單 再是順從社會的目標 很多時候社會都想 年紀大的人 慢慢我們會變成年老 會永遠年老 這樣的態度 其實有時候 如果我們跟不上的時候 反而我們會覺得有壓力 我們會覺得 是不是我不夠好呢? 我們能力不夠 做不到社會希望我做到的 是一個老人家的形象呢? 反而我們會想 其實人年紀大了 很自然就要接受 我是需要依靠其他人的 我是需要接受其他人幫忙的 更加好地融入去一個社會 我們就可以好好地去看清楚自己的需要 亦都可以跟其他人建立一個更加長久 更加真誠的關係 不知道你身邊有沒有一些朋友 其實他去到晚年這個人生階段 你很想讓這條片去看呢? 歡迎大家留言 分享和訂閱Beroland這個頻道 下次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哲學 以及一些心理學的知識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